邻里关系很复杂 如果遇到恶邻居 生活会很不顺遂 日前一名网友在脸书社团后文说 娘家在外面租屋住 楼下新搬来的住户觉得他们走路的脚步声太大 每次他们一走动 对方就会用铁锤敲天花板 还向管委会告状 说是他们敲出来的声响 全家人快被逼疯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时星向下三角原po表示 楼下的住户刚刚搬来几个礼拜 一家人就快被铁锤声搞到精神衰落 连续两天 楼下住户都会在晚上十点上楼按电铃 他们跟房东说明情况 楼下住户却不承认 说他只有上来两次 原po不知该怎么办 娘家只有妈妈姐姐和外甥 楼下住户是年轻男子 他无奈求助 怎么敢一门 只能搬家吗 网友们看到后纷纷留言 我之前住的社区也是 半夜四点多也敲墙 联动的公寓真的很吵 他敢敲 你就敲大声一点 顶多大家都不要睡 用铁锤敲 天花板也太夸张 我们家楼下也是这样用铁锤敲 他们这种怎么不去住顶楼 也有网友认为 原po的娘家可能也有问题 走路就轻点吧 我们楼上的也是像大象一样 每天都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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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的 重点是半夜两点也再走来走去 一点功德心都没有 也许你该检讨一下自己家的人 有些人就是走个楼梯向墙震 就像大象在走路讲不听 住大楼和公寓 好像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啊